男才女貌的组合向来都是大家所祝福的 工作繁忙的刘诗诗和吴奇隆 终于在领证一年多后抽出时间拍婚纱照了 看来这婚礼也不远了 小谷队能否在霹雳虎的婚礼上重聚 也成为大家最最关心的话题 吴奇隆刘诗诗前脚现身新西兰机场 后脚跟有网友在网上贴出婚纱拍摄的现场照 还是他在安排 就完全放线交给他了是吗 基本上是这样 疼老婆的吴奇隆一手包办婚礼细节 婚纱照的拍摄地选择了诗诗最喜欢的新西兰 婚礼日期难不成也是在诗诗的生日3月10号吗 你们都拍在这 我说了我还我错了不就白做了吗 这日子不仅只是关乎到两人的感情见证 小虎队能否再次重聚 也成为了绝大多数观众的期许 毕竟他们当年的火爆程度 比如今最红的TFBOYS 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呢 1988年一档节目需要加入三名男生 经过层层筛选 18岁的吴奇隆 17岁的陈志鹏和15岁的苏友鹏三人脱颖而出 组成了主持人助理团队 起名小虎队 我们绝不受别人的离间 我们是团结的小虎 三位阳光大男孩初登迎评便赢得满堂彩 主持和表演都颇受观众欢迎的他们 之后摇身一变成为第一支 由学生组成的少年组合乐队 最年轻的乖乖虎苏友鹏更是萌翻了一众抗客 大家好 我是方士律 为什么你会慢慢拍啊 你是真的 因为我转运了 我记得以前刚开始那个就是排舞的时候 我们公司的地下室有一个那个 就是有一个排舞教室前面有镜子 我一开始都不敢看镜子里面自己 我都是眼睛看着别的地方 不敢看你知道 不敢看不自信 对 一开始我们最基本的那个pose 比方说这样站 很自然你会有个协调吗 这样甩 对 我一开始都这样 真的毫无天分你知道吗 1989年小虎队推出了两首单曲 青苹果乐园天空彩色梦 和一首合作曲新年快乐 立刻成为全国青少年瞩目的焦点 在两个月中销量突破25万张 缔造同行歌手销售唱片最佳成绩 年纪轻轻的他们一直与记录坐着较量 风头一时无两 公司说帮我们办个签名活动 我们三个人傻傻的 你说签名活动 谁来找我们 一开进去门口已经堵住了 再进去也进不去 我们三个人就跳车 跳车然后也跑不掉 就人都摁上来 然后就翻墙爬栏杆脱逃 犯罪第一个念的是 我们做什么坏事 我们为什么要像逃难一样 不是来签名的吗 那时候完全不懂 两年后 英小帅虎陈志鹏将陆武当兵 如日中天的小虎队 轰轰烈烈地向歌迷道别 很多年以后 人们依然对那一声再见 无法释怀 不知道什么时候 三个人可以再站在一起 什么时候可以再跳轻民国乐园 明天志鹏就去当兵了 请不要忘记 无时无刻地给他们祝福 也不要忘记 小虎哥哥一直会想念你们 小虎带着你们的四年 要走了 谢谢 天下无不散之宴席 小虎队也没能逃得过解散的命运 但他们的歌曲 友谊被大家深深地记住 当时乌七龙因为拍戏造成的 肋骨鼓猎尚未痊愈不能唱歌 但为了给老友站台 他将医生的主妇抛到脑后 而在此之前 苏友鹏也用同样的方式支持过乌七龙 当温柔的众生敬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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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你送到最后 我们一人都能拎 霹雳虎感情受挫 乖乖虎小帅虎送上暖心话 话不多说 就是希望你 真的快乐起来 小虎队在给观众太多美好的回忆 以至于一旦合体 台下的男女老少无意例外 热血沸腾 除导20年了 还有这么多人在怀念着或是期待着 其实很知足 其实小虎队这三个字不是只属于我们三个人 它是属于一代年轻人的一个符号 一个记录 记录了很多年轻人的成长的一个过程跟经历 这是我们骄傲的 眼下我们只有期待在吴启隆的婚礼上 能够看到三虎的再次同框龙 我也很期待 我也很期待 新阅最线 编球报道 有点资料